将于下个月上任的纽约警察局新局长谢一 周二对媒体表示担心无现金保释制度 并表示同意开除潘塔里奥以及加强邻里执警政策 她说对纽约警察局有信心 外表温和文职彬彬的新局长谢一 在市长宣布任命之后的第一天 就接受了多家电视媒体的访问 她就公众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一一做了回答 关于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无条件释放嫌犯 谢一说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最开始的证据的发现 如何立案如何交换信息 以及如何尽快移交等 关于开除索侯寺警察潘塔里奥 谢一说我们需要尊重这个案子走过的程序 每个层面上都审核过这个案子 奥尼尔局长做出了决定 我支持这个决定 此外谢一还将继续的坚持走邻里执警政策 她说让全市860万市民都加入进来 当你看到了什么事情就给警察打电话 参加社区的会议 这就是为什么邻里执行如此重要 另外谢一认为所谓的仇警情绪都是媒体炒作出来的 实际上警民的关系很正面 她表达了她作为新局长的自信 只对于NYPD有信心 将近一切的努力保证纽约人的安全 5日在全市5区举行的普选包括市公益维护人 皇后区地区检察官 布鲁克林第45区选区市议员等三个公职职位 现任市公益维护人的威廉姆斯 在普选中脱颖而出 同时在此次的普选中的5个选票民意公投 均全数获得通过 在5日的普选中 这一被视为仅次于市长的第二把手市级公职职位中 共有民主党籍威廉姆斯 共和党籍市议员伯雷利 自由党籍包刊德参与竞选 截至5日的晚上10点15分 威廉姆斯以77.2%的得票率 50万.7377万张的选票胜出 大幅的领先 现年43岁的威廉姆斯表示 将在未来的新任期中展示市公益维护人的力量 最大的程度消除公众对于该职位是否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质疑 此外五个选票民意公投均在普选中通过投票 包括启用排名选择投票 将市民投诉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人数从13人增加到15人 禁止当选的市政府官员和高级人民官员 在他们离职后的两年内任职城服务的机构 预许城市使用收入稳定基金或是雨天基金 以节省供未来几年使用的基金 修改统一土地使用审查程序 威廉姆斯表示 在担任市公益维护人的数月以来 受益颇多 在未来的任期内 他将致力于解决市房屋局管辖的政府楼 供暖不足的管理问题 可负担房屋的短缺 保障性少数团体LGBTQ的权益 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危机 游民问题 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和公共交通可负担性 等等多方面的问题 跌宕起伏的皇后区地区检察官的竞选 终于在普选日五日落幕 先让皇后区的区长卡斯获胜 将于明年的一月上任 目前已有多位的民选官员 对于即将空缺的区长一直虎视眈眈 卡斯在森林小丘举行庆祝的派对 数百名支持者挤爆现场 开出约95%的选票后 卡斯获得134391票 得票率75.1% 而共和党参选人穆雷 获得44533票 得票率24.9% 卡斯表示他从参选竞选至今已经有11个月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他将利用他的专业和经验致力地解决保释的制度 倾向有钱人的不公平的现象 他主张成立不同族裔的小组处理个案 确保司法公正不受种族性别和经济状况的影响 上任之后 他的办公室将会严厉地打击仇恨犯罪 对于性暴力家暴进行更严肃的起诉 此外 他计划成立移民司法单位 以保护移民的司法权益 他还反对枪支暴力 卡斯将于明年的1月担任皇后区地区检察官 这意味着他现任的皇后区区长一直将会空缺 不分党派的特殊选举将选出接班人 目前市议员瓦隆 理查兹 康斯坦丁 州众议员辛德曼等人都宣布参选 1万男子在皇后区的一街家庭批货所外被刺杀身亡 案件发生在皇后区的Domp Amherst流浪者收容所 进拉瓜地亚机场的迪特尔姆斯大道 该栋建筑虽然名为酒店 但实际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家庭批货所 侦察人员在周二的晚上10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 根据介绍 一名38岁的男子在批货所外 被发现时已经不省人事 身上有一处刀伤 受害者被送往医院 但被宣布死亡 截至目前 警方还没有确认该名男子的身份 但表示他在批货所居住了一年左右 此外 持刀行凶的男嫌疑人也曾经居住在该批货所 但警方尚未公布他的身份 目前调查人在进行当中 警方尚未逮捕任何人 今天早上皇后区发生了一起车祸事件 一名男子被一辆校车撞倒致死 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 今天早上8点30分左右 该受害男子被撞倒的地点 位于中村的第67阶和第73阶大道附近 他被现场宣布死亡 目前还不清楚该受害男子是如何被校车撞倒的 当局正在对现场进行调查 并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封锁了事发地点周围的整个区域 该地区的人们说超数驾驶是附近区域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市教育局表示 当时没有学生在校车上 驾驶员目前已经被停职 等待彻底调查的结果 总统川普已经接受了邀请 将参加于下周举行的纽约退伍军人日游行的开幕式 联合战争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主席表示 川普是第一个接受邀请的总统 联合战争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主席 道格拉斯迈克高恩和白宫于今天表示 川普将在开幕式上演讲 庆祝将于11日举办的第100届纽约退伍军人日游行 演讲结束之后 川普将在麦迪逊广场公园的永恒之光纪念碑上 献上滑圈 尽管川普在他的故乡纽约并不是十分的受欢迎 但他一直是该游行的支持者 据纽约时报报道 在90年代时 川普曾承诺捐赠20万美元 并从他的朋友那里募捐 以换取被任命为游行的大元帅的机会 此外他还曾为纽约市的越战老兵纪念碑捐款 迈克高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这一天 大家应该要把政治放在一边 着重于荣誉退伍军人 并重新的承诺为退伍军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下周将在第五大道举行的游行当中 预计将会有25000名退伍军人 现役军人和支持他们的人出行游行 在去年的游行中 游行乐队演奏了多首的爱国歌曲 无数的围观者挥舞着美国的国旗 本次的游行将会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100周年 5,000 people are expected to take part in the parade which walks up